太常搞失蹤 就是他如果說 對 那很恐怖耶 對啊 我五分鐘後到你家樓下 然後你就可以準備下來 那我們女生聽到 五分鐘後到樓下 我們就會先鞋子穿好 包包拿好 準備對不對 對 到了 你就會下樓 對 我一坐又坐了兩小時 然後不然就五小時 太離譜了啦 累積太多次消失 兩年 然後這一次 我就覺得應該就差不多了 然後後來八天的時候 不是都沒聯絡嗎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 喜歡我男生 就是在追我 然後我就覺得 那我自己啦 我自己就覺得 那我們就跟他出去吃飯啊 我們沒有怎麼樣 那我就跟他出去吃飯 我也覺得 有點想要轉移我的注意力 然後呢 結果我男朋友 在我們家樓下讀我 他就跑進來說 你剛剛跟著去吃飯 所以剛剛那個人是誰 我們現在分手了嗎 我說問你啊 不是你不見的嗎 然後你也不跟我聯絡 誰會情侶在一起八天 不問不問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以為 你會自己先回來找我 我說你沒有啊 我說對啊 因為以往都是 我先回來找你啊 然後他就說好吧 那我們就分手吧 我說好 那就分開吧 然後我就覺得 那就分開了嘛 我就開始跟這男生 開始約會了 結果那個前男友呢 就開始每天打電話 給我說 我真的好後悔 有沒有好好珍惜你 我講我都在幹嘛 我知道你很愛我 我早知道 我就應該怎麼樣這樣這樣 你要不要要複合啊 我可以 我會改啊 我不會再消失了 我一定會準時出現 我也不會放你鴿子了這樣 然後我就真的有點心軟 好笨 好笨喔 然後年輕女生 差不多都這麼笨喔 對 可是因為我覺得 跟這個男生也還沒有 真的開始發展嘛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前男友回來找我 然後我真的心軟 那不然就還是先這樣就好 我真的想回去跟他在一起 然後呢 結果我一跟他在一起之後呢 妳真的回去跟他在一起喔 對啊 我就又回去跟他在一起 然後可是這次在一起 沒有到真的在一起 就是剛在一起而已 然後他就開始不讓我碰到他 他就會說 我們分開這幾天 你跟這個男生 到底沒有碰到手 到底還沒有親妳 我突然覺得妳很噁心 妳不要碰我 我現在受不了 我在想到妳可能跟他抱在一起 妳可能讓他親妳 我就不想碰妳 不想親妳的嘴巴 那他消失八天 他消失八天 他也可以去 對 他可以去各國各地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好像我是壞人 好像我劈了腿 然後妳現在嫌棄我 很有趣 墾丁玩 太白新君下凡嗎 反正就是 我覺得那時候就意識到一件事 有些人進入妳的生命中 就是為了給妳上一課 他就會離開了 所以那時候 妳跟朋友去墾丁玩 我跟朋友去墾丁玩 然後回來的路上 朋友說要去高雄找一個朋友 我就去到那個阿姨家裡面 我們就大家坐在客廳 就喝個茶 他就開始幫我看首相 是阿姨 對 然後他就是 他好像是中國人 大媽 他住在那邊 對 然後他只是來高雄 就是回來看看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講這件事情 他就是看我的手 然後抱我手在那邊這樣 折來折去 擠來擠去的 他就說 他說妹妹 他說如果你不想要 有兩段婚姻的話 那你三十歲以前不要結婚 他說三十歲以前那一個 就是不是妳的真正的證源 他說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兩段婚姻 三十歲以前就是千萬不要結婚 不然會離婚 對 然後他就說會有兩段嗎 那肯定另外一段 就是在三十歲以後這樣子 他就是那時候 當時我才十九歲 他告訴我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對妳有什麼影響 你說他先告訴我這件事嗎 這件事情其實 會讓我更勇敢吧 就比如說在我 就是遇到我前夫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我才不信 我才不信 一個路人跟我講的事情 頂多就是離婚了而已 我才不相信 我覺得我可以證明 就是 我是可以改變命運的 所以我就就是 牙一咬 我就想說沒關係 那就結婚 對 所以你在三十歲以前結的 對不對 對 然後就真的就結束 所以妳的就是 之前就現在 已經離婚的這一段 離過了之後 妳不太敢跟異性單獨相處 對 我其實 其實在就是我們離婚之後 當然就是 也是會有身邊一些男性朋友 可能想要靠近或什麼的 但我後來就是也有 就是跟一些朋友出門 就是一次而已 我就發現 我沒有辦法跟異性 單獨相處 哪怕只是去吃個飯 我也沒有辦法 我會變得我很不自在 我可能連吃一口飯 我都覺得超怪 就是好像有一千萬個人 在看我吃飯那種感覺 可是妳不是分開離婚了嗎 對 那妳應該算單身 對 可是我就是會有點恐難 就是我開始變得很怕男生 就是有長達好一段時間這樣子 老師提醒妳 教妳三十歲 對啊 但妳問前面那一段 這老公也太帥了 很難拒絕 對不對 很難拒絕 會她說 好啦 縱使沒有結果 也要結結看了對不對 對 要生個小孩 因為她實在太帥了對不對 沒有一個小孩 生個小孩 生個小孩 對不對 多可愛 幾個小孩 我一個 一個嘛 對 那妳現在呢 妳現在對感情抱著 順其自然的態度嗎 對 算是順其自然 因為就是 等一下妳過三十歲了沒 我還沒啊 那等一下 慢慢來 對 通常是戀愛腦 腦補很會 然後也很會付出奉獻 但是今年有一個流年 讓她願意 尤其下半年 很容易去做朋友 然後多收斂一點 有一句話 我相信她應該聽過 類似的話就是 當我們忘記愛自己的時候 對方也會忘記愛我們 所以她知道說 先做朋友 慢慢的看 她是不是真心對我的 等等 我們要做什麼